我們來試看看怎麼樣做多個裝置互動 我現在呢 這個我先拿出來 多個裝置互動在WebDuner裡面也是相對簡單 我們現在是不是都只有一個開發板 對不對 這是我的 我提供我的LED點矩證 好那剛剛呢 老師這邊又提供了他的什麼 開發那個 開發板 好我再拿一顆出來 有沒有發現我可以加第二個 我們模擬器是只能一個啦但是真正的是可以有很多個你要互動幾個都沒問題好那他的也是Smart 也是透過Wi-Fi 好那老師的這個裝置是 O 這個是O8 GD 好我打進去了對不對 開發板只提供什麼 硬體裝置就好了 所以我在這邊他有提供 假設 老師是光明嘛對不對 對不對 我就用光明的光明是在傳感器裡面的 好把丟出來 但是腳位在A0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兩個開發板各自的硬體都有了 那我就要把它串連起來喔 你看我們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串連 現在就不用協同控制喔 他是屬於串連 也就這兩個裝置我要串在一起 串在一起 那現在呢 開發板裡面 我們就可以告訴他 如果你已經串連成功了 有沒有多一個 這兩個串連成功 表示兩個都在線上的 你要做的什麼行為 就 積木就是放在這裡面 那我們剛剛是不是有如果光明怎麼樣就怎麼樣 有沒有發現我們慢慢的可以變化出越來越多東西 從簡單的我們去變化 如果 什麼事情 就怎樣 對不對 好 這樣 如果 他偵測到了光明 光明光明 在這裡 偵測到這個數值 我就直接顯示出來這樣就好了吧 那所以就不用了 就不用如果了啦 就直接顯示出來 比較快 比較快 那這個 我先丟掉因為我只要顯示不用做動畫 好 我就把它 顯示出來到LED點矩陣上面 這裡我就先打開我的LED的點矩陣 把它顯示出來 好 但是顯示出來是不是這個 不是我把它丟掉 因為他是一個數字嘛 這個數字所以我就來這邊 LED點矩陣裡面的數字 可是後面的內容是不是要精簡一下 不過不好意思 LED點矩陣拿64顆 所以 我要轉成什麼 是不是零到100的 要把它轉成零到100 這個 丟掉 我們剛剛有哪裡有轉成零到100的 好像是在進階裡面對不對 數值轉換 先45度嘛 這個我先丟出來 再一個45度 45度 有沒有發現看起來像層次越來越複雜 可是都是我們剛剛玩過的 好再拉過來一點 這裡 不用了 但是我要小數點到2 到2 那接著我只要把 剛剛的光明的 數值 把它放出來就可以了 OK 這樣就好了 那我現在呢這個我就重新 等一下那我還是把它顯示在這裡 還是這邊也同步顯示一下好了 我會把它顯示 出來但是這裡有一個 我剛錯了因為 在這個地方光明的 是不是要先偵測 不能直接做動畫嘛 因為那個數值會不斷改變 好把它弄出來 那顯示 也把它顯示出來 顯示我們後面這個 45度的 這樣我就可以同步一起看到 確認一下 好 那現在這樣OK的 我就再把這個打開 我們play看看 這樣有沒有同步 有 遮一下 不是啊 你會啦 你是 遮我的幹嘛 這樣有吧 有齁 你要站起來讓我看 人家以為你做假 我現在沒有動嘛 那個 我們的手電筒 手電筒 打開 我有 數字 對啊 但是只有兩位數 啊 對對對 你這麼緊繃我的就沒有了 100就不行啊 對不對 對啊對啊對啊 因為我們這個 只能容量兩位數嘛 所以玩賓果還可以 但是玩其他的就不行啊 超過了 不然你就要變跑馬燈 但是跑馬燈相對來講你就要花一點時間看 好畢竟這個還是比較少 所以有沒有發現這樣裝置互動還蠻快的 你沒有 一樣的東西只是插在我們剛剛哪裡 就是剛剛這個地方 記得 如果你要玩裝置互動的話 這個串連要勾起來 第二個 每一台的開發板 只要給他硬體就好 做的 偵測的那些內容 通通都是在開發板完成那個機目裡面去做 所以你要稍微把它拆開這樣就可以 OK 那 可能今天時間上我們大致上只能先到這邊 不知道老師對我們今天這樣 體驗一下有沒有一些感覺了 好因為其實如果一般我們用Arduino版式 其實你要做到這麼多 可能要花的時間會相對比較長 所以在 整個學習的一個曲線上來講 Webduino在這一塊 確實有比較方便一點 好那 大致上 我們今天就只能上到這邊那麼我們今天所有的這些講義 還有上課的資料跟錄影片 就是 您就可以直接到這邊去看 好如果有需要 好那另外當然如果您覺得 有需要看一些模擬系的文章 你也可以到我的 上去找一找 OK 那今天我們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